我感觉他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完成了都 我感觉他做这个策划案的时候 在封面就费尽功夫 做那个字体和排版 因为昨天就把皮皮都写完了 所以其实想在和董总汇报之前 先和老员工们去过一遍 看一看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 你看人家准备得很充分 他是第一个完成的 完成方案的人 而且还要先提前过一遍 别人都还在做 这好吓人 我班上有这样的同学我都疯了 他每个环节都比别人 抢前一步 对 去做设计 其实这个是好的 行 打扰一下 想和您讨论一下 你看这个小梁 人家自己现在能问前辈 这件事就非常好 你先等会 这个不一定到最后是好的 我觉得整个PPT的逻辑 还是有点混乱的 完了 逻辑混乱了 前面的背景分析 是你想针对的是 我们这一场活动的一个受众人群 是吧 是想分析这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从这一群人群 忽然聚焦到焦虑这一个点呢 就是如果我只看你的PPT的话 我没有理清楚这个逻辑 还有一个就是主题的问题 这一场茶话会你要突出的 你要呈现的核心议题是什么 我看不到 那就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再调整一下吧 明白 我觉得你也再想一想 行 谢谢 谢谢 谢谢许小姐 谢谢 谢谢 俊如 你上午忙 我还好 对 我有一块 我这个策划有一块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行 可以 你看 你看 又一次 这个主题的话 您觉得就是有什么 这主题太平了 我就直说了 没关系 就是你的主题 并没有把你想做的事情 给完全的体现出来 可能我现在去改一个主题的话 可能时间也来不及了 那可能我在整个逻辑的 就是前面一方面的话 这也可能是加一下我们整个隔壁的调性 嗯 对 是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人生导舍这个词 最好还是别用 明白 好 好好会这三个字 稍微有点随意的 你看 又一次 这个栏目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谈话类 访谈类的 还是一个聊天这段秀 我们需要回答就是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隔壁来做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 一上来就三位前辈请教 问题是 他好像在问所有人 但是最终他没有自己的主见 其实有时候也挺危险的 对 但我要是新人 我要三个人说不一样的东西的话 会懵 肯定懵 绝对会懵 对吧 就是会懵 因为他们刚入职场 他没有经验说证明我是对的 我不了解这公司文化 所以我一切先问一下 到处问问 对 因为最后这个东西要是汇报的 对吧 我本来早上我自己顺了一遍逻辑 我觉得OK 没问题 Let's go 现在就是 我觉得我要垫底了 不会的 而且还第一次考核而已 就算垫底了也没关系 我就是抱着垫底的信念 最多就是第三名 最多就是第三名 总共就仨人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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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